而新闻首先就要来关心 在今晚间 有一架搭载了120人的航班 会从英国飞抵台湾 为了严防英国当地的 变种新冠病毒株入侵 桃园机场可说是严正以待 规划让旅客以一组10到15人 来分批下飞机 在后机室必须要先填写检疫资料 而入境通道也铺设好了塑胶布 跟一般旅客区隔开来 在入境之后会直接搭车 把他们送到集中检疫所来进行裁检 等待14天检疫期满之前 还会再裁检一次 不过有专家认为 期满前裁检一次可能不够 因为像先前莫斯科舞团 是解隔了以前只裁检了一次 最后只找到了一半的确诊者 但如此一来恐怕就会出现漏网之鱼 铺好一整条塑胶布规划分流动线 为了防范英国当地的 变种新冠病毒株入侵 桃园机场严正以待 因为27号晚间将有一架搬机 要从英国伦敦飞抵台湾 我们会请他们在下机的时候 就近的洗手间就先去如厕 那如厕完之后呢 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清洁人员 就会进场去做彻底的一个清销 滑航CI82 27号晚间6点15分 将抵达桃园机场第一航下 预计停靠A7门 全机120名旅客将以一组10到15人 分批下机在后继室填检疫资料 入境通道也会跟一般旅客区隔 CI82旅客将沿路走铺设塑胶布的通道 最后来到检疫管制筛检站 通过消毒毯和量测体温后 才能入境搭车前往集中检疫所 而这回英国搬机返台 也比武汉包机返台更严格 旅客得连过三关 除了入境要先取得阴性报告 返台后到检疫所还要再裁检一次 14天检疫期满前还要再裁检 不过对此台湾感染症医学会 理事长黄立民认为 建议期满只裁检一次可能不够 建议裁检两次较能避免疏漏 也有其他专家认为 英国旅客的裁检模式 应该要扩及到所有入境旅客 其实不只是英国回来的人 如果有可能的话 应该是14天检疫结束以后 那个时候的旅客都做第二次 裁检会比较完善 英国疫情升温 华航调整后续航班 1月1号从英国返台的航班 也确定取消 恐怕还有更多台湾人滞留英国 接下来航空公司还得看市场需求 及疫情状况再做调整 记得这种报道